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日星期五 期指結算已經開始做轉倉 所以市是大波動的 大波動之下就產生了這裡 就變成這樣 是升的板塊不是很多 目前來說最主要是煤炭是升得最多 有農產品運輸等等 這些都是影響不到這些 這些是不影響到大市的整體表現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什麼 煤炭方面我們看到蒙古能源 因為它的銀碼低 所以升的percentage是大的 再其次這些各自都有 之後亦都有一件事要看 就是這些這麼多的煤炭股 有時候會爆大件事 不是勁升是勁跌 這個就是要認真留意的 就像之前有9758 就這樣一聲 不見了20% 再跟著有農產品 農產品方面的時之中 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這些就比較大一點 升幅就比較一般 升幅就 中良家皆康就因為豬肉價格將會上升 因此就會影響到好 運輸方面 也都看到一直都說過 就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慢慢轉好 製造業好 在運輸方面 特別最近 昨天到很多航空股都有上升 還有公用事業 很多是發電的 發電力方面需要留意的 今年中國夏天的用電量估計會增加 因此對很多電力股產生了支持 阿爺也會容許電幣加價 為何要這麼說呢 很多人擔心中國有通縮通縮通縮 唉 真是 他們不明白到 第一 水費電費 油價 豬肉價格 阿爺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的嘛 你說他升了多 他就壓他價了 於是你的通膨 你很擔心的 又會維持平穩了 哇 你為了通縮 那給豬肉價格升一下 給一些電油價格升一下 給一些水費電費升一下 於是你又會產生到 很多的這件事 譬如好像美國的通脹 就開始產生有些回下的可能性 那為什麼呢 因爲 那三間美國大的是這個超級市場 都是因爲人窮了 那些貨物消不了 要減價 那你統計的消費物價 就在超級市場上 一統計之下 價格下降了 於是 於是就開始控制到這件事了 不過問題就在於 電油方面沒有減價 所以食物減價 影響不了美國的 是會拖援了少許的通脹上升的步伐 不過 屋租不減 服務的收費不減 還有就是電油油費不減 都是會成為了一個很大的 美國通脹的推動力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完之後 再跟著下一道就是什麼呢 原來要升上升 大約是兩天左右 所以在下星期一 二度 應該要升上來 這樣 還要升上去 這裏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這裏是將會下回市一七零 一七零 當然 你可以說 不是啊 它可以去到這裏 這裏就是這個 對 這裏就是172左右 之前的這個是不是 所謂的 172就升不到 一次升不到 現在就回市回到172 這裏照172有這個支持 它又可以上升回去 這裏再去 應該是六月份的東西 再六月的了 如果看回周線圖 我們也可以有一樣東西去看看 周線圖 那麼這個172 就是在這些水平 172就是在這些水平 低一點點 下回到這裏 然後再升回去 也好 始終我還看 去到這個 六月底 應該有機會看到 22000 好 我再跟著看看 那麼 反派方面怎麼樣 也不用看了 一片綠 是不是 那為什麼一片綠呢 是因為大家都會跌下來 現在跌下來又如何呢 就是望義會升 中國海洋會 這個海洋石油 這個已經跌了很久了 現在升回上來 這個原因而已 就算了 了解 這個原因 是 是 是 這裏 這裏 是 這裏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